胡大姐的回签房在杭州的双云里小区 这里距离阿里云谷比较近 她这套80多平方的房子隔成了两间 打算租出去 她说5月份发现 楼上的邻居把房子的格局改变了 楼上的卫生间 它这个卫生间它搁了很大的 搁到我客厅上面 搁到我这个客厅的头上 那么当时我也跟我调解了以后呢 就是把那个住编器跟零用房交换 我的厨房间我楼上上了一个卫生间 比如说我在炒菜 比如说它溜水了 比如说我在这里炒菜 他们楼上放水 马桶哗哗就下来了 我的心意因应很重的 胡大姐提供了一份调解书 说是经物业协商 楼上业主同意整改 客厅位置马桶与淋浴房位置互换 厨房位置马桶不再使用 做储物间 双方已达成一致 胡大姐说 楼上已经将客厅位置的卫生间 进行了整改 但另一边 现在马桶不张 零用房张好了 还有一只热水器张起来了 我问他这样 我说你为什么要张零用房 我们已经学条过来 你按照学条的旅行 今天张零用房 过两天你是不是把马桶也张上去了 我就问他了 他说我零用房张上去 给老住客的人可以洗个澡 你卫生间零用房张起来了 你又没有车掉 我没动过 你没动过 现在还张在那里了 那你这样打算怎么样了 我打算不动了 我就是不要不租也不弄 这套房子 懒得去弄了 我不要租了 你不要租 不要弄的话 你把这个零用房也要把我撤掉 那你去投诉好了 对方挂断了电话 再打过去 就是正在通话中 记着用自己的手机拨了过去 改了一半 他不同意 我就不改了 反正都没动 马桶也没装 洗手盆也没装 啥也没装 您这个房子是打算出租是吗 不出租 淋浴房是他们物业这么多人去看的时候就装好的 是他们看的时候没看清楚而已 现在手印都按好了 后来回过来又说我装了淋浴房 淋浴房是之前装在那里 你以为我已经瞎了 不说了 我有事情了 你们经常打扰我 我要叫你们造损失的 那这个房间之后要使用吗 不使用了已经 我现在是放什么 就跟展示天一样 我这个地方就不动 也不干嘛 反正不用 楼上的业主刚才说 他这个淋浴房是一直都装着的 这个情况你们知道吗 这过行是一直有 但是当初没安上 物业的装修负责人表示 楼上业主的淋浴房是后面装上的 不过他不便过多接受采访 让记者留下了电话 疫情人也把情况反映给了西湖区住建局 刚才我们领导也特意就是把这个事情 跟三顿镇又联系了一遍 然后我们这边是打算就本周吧 明天或者或者后天这样子 就是去现场去实地去检查 如果阿姨他反映的情况 如果基本属实的话 我们后面就是会按照相应的法律法规 包括联动这个属地三顿镇政府 一起就是处理 肯定是会要求他整盖的 工作人员表示 把厨房改成卫生间肯定是不合规的 杭州市物业管理条例第61条写道 业主非业主使用人 物业服务人不得将无防水要求的房间或阳台 改为卫生间厨房 或者将卫生间改在下层住户的卧室 起居室书房和厨房的上方 他还提供了一份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 第五条规定 室内住宅装饰装修活动 禁止将没有防水要求的房间或者阳台 改为卫生间厨房间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